2015花東原創生活節的主要的精神主題是 一方山海一方人 我這區負責的是東海岸區 我想要呈現的是一個滾汁的東海岸剪俠生活美學 就只有慢慢的生活這樣子而已 沒有很多意思 我通常的創作都是去剪海邊的木頭 那回收廠它也是 第一它比較省錢 第二它用過的東西可以再用 我覺得不錯 其實沒有很特別的想法 就是我比較喜歡很自然的東西 像去回收廠找了那些鐵的話 它就是很容易很自然的 它就彎曲在那邊了 所以拿回來的話 我把它做成支架 只是把它組合 組合的時候 就是跟隨著它的弧度 就很自然很自然的 形成它的東西 這件作品是 我們在講的是 在部落的生活 家裡面 男性 父親的角色跟母親的角色 在家裡面的關係 還有家裡面的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這個形狀 還有這個顏色 還有這個材料去表現 家裡面的父親跟母親的角色 對 我很喜歡色彩帶給我的回饋 然後 在陶瓷上面其實色彩非常難掌握 因為在你還沒燒出來之前 其實你所有的 想 所有的預測都只能是想像 這一點對我來說 陶藝可以說是永無止息的探索吧 子宮對我來講就是 其實是生命的開始 那生命是很豐富的 然後是很 很有活力的 所以我用紅色 那紅色也代表媽媽的血液 然後她在孕育的這個生命的成長 給予養分 我看到都蘭原來是 服飾對我們來講 可能一般的服飾是很 很一般的 不要把身體暴露在外面 那OK的 那可是在部落裡面 我們看到了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 可能其他的人他沒有辦法理解 他以為說我們這邊是海邊 然後跟墾丁一樣也可以穿比基尼 事實上對我們來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有一句話叫生土不餓 就是我們在我們腳踏的土地上面 通常比如說像食物 我們通常通過勞動 比如說像愛琴 他會到海裡面去拿海產 拿海菜 那像小平他會種菜 這些都會有辦法變成食物 那我們做這些淘氣 也是用我們本地的土 去做我們生活要用的器具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表達 在我們這個生活的土地上面的一個 生活的樣貌 現在他們是一個斜坡上生活的一個最大的主題 那三位設計師他們是由排灣族跟魯凱族 來一起共同創作 有關於斜坡生活的一個創作設計 那每一個人他有每個人的特色跟每個人的強項 設計強項 有人有做珠秀的部分 有人在立財的部分很厲害 那每個人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在座創作 現在整個在座的部分的話 希望就是呈現我們在地的這樣子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樣貌 去做一個發想 所以我們這次的話會去用一個類似以大大這樣子的概念去做發想 然後延伸出一些用我們熟悉的木作的部分去呈現這樣 那其實演出對我來說 今天演出是一個儀式 所以它是要連結 所以我就會讓我自己的狀態是真的在跟他們對話 所以對我來說常常表演跟儀式是跨越的 所以就希望它是保持那樣子的一個只有身體的狀態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讓我來看看